我 诶 从库洛迪卡发给我们的地图坐标来看 还有一段距离就到了 不过怎么会有这么多车尾随在后面 应该是不愿意放弃的那些家伙吧 毕竟我们这次让地下黑市输得倾家荡产 只要能唤醒库洛迪卡的弟弟 这都是值得的 对 那就让我来涮开后面这些大兵 小橘子 你先行一步 好 但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在下一个路口等你 小橘子 是 小橘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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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全身而退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狂奔了 为什么连口喘息的机会都不留给我们 刚才哥哥来电 说库罗迪卡已经带着他弟弟去了祭坛 他让我们快点来 什么 祭坛是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完全没概念 我们路上再说 先赶去柳火王国的祭坛吧 从这里出发 再穿越三个区域就能到了 可我心里面总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希望一切好起来吧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追兵 不过时间不等人 我们继续赶路吧 好 召喚怒 一部分都被冒掉了 一部分都被冒了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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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好 一天了 变天了 小橘子 你们别来 千万别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哥哥 难道唤醒库洛迪卡弟弟的过程不太顺利吗 库洛迪卡为了唤醒他弟弟 将那笔资金全部买了大敌之血 然后还请了流火王国的三大长老施法打开梦境 但是他的弟弟被困在了梦境与现实的缝隙中 要救他出来需要强大的力量 以及需要有人进入这梦境 那大家是怎么决定的 谁进入到这梦境中 别说了 我和白永泰 甚至凯利与库洛迪卡都尝试过了 但全都被梦境阻挡在门外 所以就只剩下小橘子和新人或许有资格进入了 你可是我妹妹 我不允许你这样以身犯险 现在赶紧回去吧 哥哥 凯利姐姐要是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不会理你了 库洛迪卡需要我们 我们就到 话说这里不是流火王国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条路 这 果然和哥哥说的一样 变天了 要拯救库洛迪卡的弟弟 就要打开梦境 或许我们已经在这梦境的边缘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找到那个祭坛 我的通讯器上面怎么会收到 这种提示 仿佛是在暗示我们通过这里的各种条件 行 那我们就试试吧 嗯 对 Kate 雨 illustrations 咱 到了 咱 咱 咱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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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的美味 现在看来是要全泡汤了 别着急 或许按照梦境的旨意往下走 迟早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信任 你要好好保护小橘子 也要保护好你自己哦 再次 或许按照 果然没看错 新人 我们已经在这梦境中游荡了 你看看 现在通讯器上面又出现了新的要求 果然 和我之前在那漆黑之梦境中的感受一模一样 不过这次总算好点 身边的对手不再叽叽歪歪了 难道叽叽歪歪的对手也包括我在内吗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小橘子 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仔细财 仔细财 没碰到 你能大臣 还要追悔 闻到 这位 这位 那就是 们 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地圖 听说 这风暴越来越强烈了 在这山顶之上 好冷啊 小橘子 你们顺路带点吃的来吧 对了 还忘记告诉你 新人 无论如何 一定要赢 否则 我们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里面了 这是大长老们才得出的结论 什么 之前那个梦境应该被我破坏掉了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连我也是才知道罢了 这梦境 就像那些散步在空中的飞脏泡 你只是吹飞了一个 但是 无数个这样的泡泡存在 而剩下的泡泡们 则因为你被连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数大无弊的梦境 刚好 库洛迪卡救人心切 打开了连接梦境的那扇门 天哪 看来是我之前太大意了 没想到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别想太多了 事情已经发生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替代我们大家 将这条路走下去 否则 别说我们这群人 连流 不过 只说这梦境的关卡减少了 看来 是受到了上次你破梦的影响 加油 新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是白晓风 柯少风 还有 一个黑衣人 那就是库洛迪卡的弟弟 但是他们怎么完全不理会我们 连打招呼也没反应 这次的梦境没有开门人存在 看来我们只能赢一场才能知道夏文了 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们小橘子车队的厉害 GoGoGo 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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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都可以做完 片刷小滑 途下一步 召喚 更適量 召喚 daha厚 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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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听说了 这本臭王日记就不该拿出去卖 看你们干的好事 现在我们被阿尔法工业集团给盯上了 如果早点卖给那个老头子 不仅能拿到钱 也不至于这么窝囊废了 还好少风即使反人过来 我们才从黑市逃出来 可恶 你就知道钱 你心中就没有作为一个赛车手的梦想吗 这本日记可以使我们成为车王 你又明白什么 流火王国的孩子们需要食物 需要治病 哪怕是喝上一口干净的水 这些都有足够多的钱 你忘记我们三个人最初的梦想了吗 我们要创建一流的车队 赢得下一次的世界大赛 那奖金 终于去实现对那群小孩子的承诺了 要不是你和少风心急 怎么会把事情搞砸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阿尔法工业集团的人都在追我们 难道就这样逃亡一辈子吗 可恶 你们让我静一静 静一静 好了 阿尔法工业集团 天纲那些看来都是库洛迪卡弟弟的回忆 没想到他和小风竟然是好朋友 或许小风没告诉你的事情还很多 小风刚才说那本车王日记在他手里面 不管怎么说 阿尔法工业集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世界的极限 我看你是糊涂了吧 小方还在生气呢 劝劝他吧 好歹这件事情啊 的确是我们背着他做的 有什么好劝的 我们三个人找这东西找得好辛苦 如果不是你姐姐库洛迪卡的提醒 真没想到 是啊 没想到竟然就在祭坛的下方 这诗人如此痴迷的一本册子 就在那里待了这么多年 无人问津 但是这本日记也真够邪乎的 翻到第六页 后面就再怎么也打不开 仿佛被黏上了江湖一样 据说这是和赛车手能力相关的 能力越强的人 越能翻阅到更多的书页 不过就前面这六页 已经足够我们揣摩大半天的了 比如那个什么甩尾飘 我和小风都练了很长时间才学会 原来这上面还有这么多技巧和注意点 哎 可你说完全没用 谁要是能帮帮我们就好了 这玩意可该怎么吐嗖啊 这玩意可该怎么吐嗖 oh man so let me guess we have to fight until now oh great 我说 这玩意可该怎么吐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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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也感觉到了 就接通试试吧 你是谁 为什么你一直挡在我们三个人的面前 我 我是小橘子的朋友 我解释不清楚现在的情况 总之就是梦境和现实有了交谍 你们是梦境 我们是现实 我们正在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我看你就是被派来 抢夺日记的家伙吧 你先引过我再说 我看你就是梦境和现实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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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了 队长和库洛迪卡他们应该安全了 可是这么长时间 小峰和少峰都没有去救库洛迪卡的弟弟 或许小峰已经尝试过了 所以才会被阿尔法工业集团给控制住 而少峰的情况就更不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库洛迪卡的弟弟应该醒过来了 让我们过去问个清楚吧 所以那是结束七 结束八 结束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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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七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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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四 五 四 五 五 六